又连续下了好久的雨 现在终于天晴了 很久没有给花施肥了 现在就来给花施肥 我先来给这一颗三角梅施肥 这颗三角梅是去年我从外面捡回来的 现在温度上升了 就是它爆发的时候了 大家看长了多少新的枝叶 现在它对肥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赶紧给它施下肥 我给它施这个醋花缓施长效肥 这么大的盆给它半包 施肥方法很简单 就是浅来就可以 想买这个肥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来给这一颗三角梅百变红阴施肥 它种下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长势非常的喜冷 长了很多枝叶 而且它的这个花就从种下去到现在花开不断 这个时候它对肥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发黄淡淡的这种黄 这就说明它缺营养了 所以现在赶紧给它施 也是吃这个醋花缓施长效肥 先给它买半包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给这一盆柠檬施肥 这个柠檬现在长了很多这种嫩哑 所以要赶紧给它施肥 我用的是这个醋苗缓施长效肥 因为今年的话我也不指望它结肥 这么大的盆买半包就可以了 OK 再来给这一颗绣球无尽下施肥 这个是去年夏天我买的这个裸根苗 一度以为种不活它 谁知道它长势非常的好 去年我给它打了顶 所以没看到花 但是换来的是今年的一个爆花 这样一盆的话 现在运了11个花蕾 大家能想象它开爆时的样子吗 这个时候它对肥的需求就很大很大了 所以赶紧给它买这个醋花缓施长效肥 这么大的盆就给它买半包 这么大的盆就给它买半包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买三分之一包 这个买三分之一包 比较大 这个就买四分之一包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球篮长势也非常的好 长了很多这个嫩芽出来 所以现在我也给它买点这个醋苗管施长效肥 今年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长个一盆埋四分之一包就可以了 我这一盆满天心 种下去已经有两个礼拜了 我几乎天天给它们打顶 它们长是非常的好 现在给它们喷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想买这个肥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 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希望它们长得再快一点 再给这两颗牵插的肚子花也成一点 它们已经是开始长这个侧芽了 再给这个羊菊梗也喷一下 这个羊菊梗是前年秋天播的 这个是真正的多年生 现在已经开始抽出这个新的感觉了 说明就要开始疯狂的生长了 虚肥就更大了 再给这一盘美女鹰也喷一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这一盘也是几乎要天天打顶的 这颗小的天竹葵也喷一点 这个天竹葵最好不要喷到叶子上 直接可以喷在糊里 再给这个小的马格丽特也喷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它们现在感觉长得有点慢 可能也是这个盘太小限制了 因为我看到每一盘底下都长出了很多根 所以我得赶紧给它们上盘 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快 再给这一颗大的天竹葵也喷一点 这个天竹葵自从上次给它掐掉那个顶之后 这个侧芽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叶子长得也很绿很漂亮 还有上次给它埋了这个醋花长效肥 这个的作用也非常的大 再给这一颗小的六贝粒也喷一点 这个六贝粒真的是长了很多 但是啊全都是花苞 我得天天来掐才能让它长个 可能现在是快到它的这个花期了 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开花 但是这样的猪芹开起来的话 也不够爆啊不漂亮 所以只能辛苦我了 多给它掐掐 给这一颗风车茉莉也喷一点 这个风车茉莉自从上次给它牵引之后 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枝条 然后的话我把它的这一些花蕾 全部都给它剪掉了 把营养主要供给长枝条 再给这里挂着的花也是一点 这个芊叶掉了 长是很显微 倒挂金钟 嗯这个侧芽长的 鲸鱼钓栏也来一点 这个鲸鱼钓栏这个汁也长高了很多 改天要给它打一下底 这一片的话长势都非常的好 都给它们喷一下 但是我现在已经说了 然后你再开家里面 你这个鲸鱼钓栏的 也会给它打一下 不过来 这么多的鲸鱼钓栏 你这次启鱼钓栏 就在鱸鱼钓栏 就在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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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钓栏 就在钓栏 这个钓栏 就在钓栏 他就在钓栏 这一棵橡皮树打点之后 这个侧芽已经长得很大了 下面的话也要开始长侧芽 这个长春藤这个深藻速度 真是太惊人了 到时候让它爬到哪一面墙上去 长得这么快 再给这个房根 喷一点这个醋花营养叶 因为这个房根它的叶子 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最好就是用这种醋花营养叶 这些猪顶红也喷一点这个醋花营养叶 这个喷的时候要注意 最好不要喷到球上面去 这个小叶子子花运了很多花蕾 现在也给它喷点这个醋花营养叶 运了花蕾的话就不能喷叶面了 直接灌根 再给这些韵里的绣球花也喷一点 再给它弄了 绿色的框花营养叶! 我已经吃了 绿色的框花营养叶 锁花营养叶 都没虎了 好 窄 这居里的框花营养叶 被她给了